今天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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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才有五巨頭來台 今天晚上 竟然又有A卡來台 誰來呢 蓬佩奧 就在今天晚上來台灣 為什麼接近有這麼多的 重量級人物來台灣呢 開始有人解讀了 難道是為了台海和平嗎 難道是為了 安撫台灣人的情緒嗎 恐怕都不是 拜登派五巨頭訪台 其實是他的一石二鳥之際 為什麼呢 來 總理 玄姐 美國總統拜登 他是民主黨的 是 蓬佩奧是之前川普的國務卿 川普陣營的 是共和黨的 兩個根本不是 根本沒有關係 那沒有關係 疫情以後來台灣幹嘛 其實基本上 故莊 為什麼故莊 2024年 美國要總統大選 美國現在的 所有高科技的晶片 都下到台積電 誰跟台灣的關係好 誰掌控台灣 基本上都怎麼樣 誰就可以掌握 美國高科技的晶片產出 所以他們是來 故莊的 那蓬佩奧是要參選 很有機會 因為我看他減肥 減了40公斤 看一下 對 沒錯 他從一個 40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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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4公斤 對 沒錯 怎麼會算得快 對 沒錯 如果他出回憶錄的話 裡面有那個什麼 減肥的那個命局 我說真的 我還會去買馬來看 所以我還聽到 有陰謀論者說 因為拜登知道 蓬佩奧要來台灣 所以刻意在前一天 先派五巨頭來台 先破蓬佩奧的梗 換句話 其實昨天的五巨頭 跟今天蓬佩奧 是在美國總統大選前的角力戰 對 沒錯 所以跟什麼選邊戰 什麼美俄 那個俄污關係選邊戰 根本就沒有關係 那他們接連訪台 豈不是叫台灣選邊戰嗎 你到底要支持拜登 還是支持未來的蓬佩奧呢 但我回來講選邊戰 這次俄污戰爭 確實讓很多企業傷腦筋 雖然國際連番祭出了制裁 但是企業到底要不要 在這時候表態呢 企業算盤就要打一打了 對 沒錯 比如說晶片 當然這不用講表不表態 對 台灣已經力氣美國了 所以台灣也加入了制裁行列 台灣不能出口晶片到俄羅斯 台積電和聯電不用表態 因為就是不能出 但是有很多產品 是沒有在制裁行列 比如說手機 比如說汽車 那你企業要不要出到俄羅斯 企業自己要決定要不要表態 對 沒錯 你現在看到的 比如說我們來看這個 現在已經表態 比如說有蘋果 蘋果已經說了 我不出貨到俄羅斯 對 他說不出貨到俄羅斯了 然後汽車的部分通用也說了 Volvo也說了 但是俄羅斯你知道嗎 俄羅斯手機最大的第一次站 最大的是華為 第二是三星 第三是小米 蘋果 所以就是說蘋果其實按過計算機了 對 按過計算機 不出到俄羅斯對我影響很小 對 俄羅斯貢獻蘋果營收不到1% 所以根本 但是我表態完之後 拜登就不會很高興 對 就是我跟你在同一邊 但是其實這個市場 我有跟沒有其實沒有關係的 好 政治正確 但是損失很小 對 那迪士尼為什麼也表態 那迪士尼 你看俄羅斯的電影泡房 是3.4億美元 這去年的 那去年美國呢 美國的總票房是45億 也就是俄羅斯一年 美國的總票房才十分之一不到 那如果說你看那個總 全世界的話 全世界俄羅斯只佔什麼 全球泡房的3% 也就是說什麼 那個第5% 都是這些廠商基本上就是 對他們來說影響非常非常的小 那如果說我們再說車廠好了 車廠 車廠其實俄羅斯最大車廠 是他們自己的 叫做福爾加 市站是22% 第2是什麼 第2是那個現代 現代只有19% 19%的市站 再來是什麼 再來就是福斯9% 再來是通用 娟姐我講的市價 你有沒有看到 第4個是那個豐田 娟姐這市價排下來 沒有通用 沒有VOVO 所以通用和VOVO 本來在俄羅斯市場就很小 所以他這時候表態 對自己沒什麼傷害 通用一年到俄羅斯3000台 俄羅斯一年的總車市 166萬台 你3000除以166等於0.0018 千分之一 所以比重很低 所以為什麼這些車廠 其實商人無國界 為什麼這些廠商敢先跳出來講 就表示說其實市場 我們也來看一下 俄羅斯的國產品牌好不好 其實俄羅斯最大宗的 還是他自己的國產品牌 剛剛你談到他的國產品牌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車子 福爾加 福爾加過去其實據說 再過鄧小平和周恩來對不對 對沒錯其實這台是很有名的 其實我們如果說看一些 什麼抗戰影片的話 這車子都有出來的 這個西方說什麼 他們說什麼 這是車輪上的坦克 也就是因為他們之前 他們一直都在戰爭 那都在一直戰爭的話 其實這種車子怎麼樣 是很堅固的 鄧小平做過的福爾加 對 現在已經沒有產了 好 雖然他沒有產 但是福爾加隸屬的高爾基品牌 現在仍然是俄羅斯最大的國產品牌 對沒錯 那高爾基呢 佔俄羅斯最大的市站 雖然他的車子也滿有意思 我們給觀眾朋友看一下他畫面 他的車子每一輛看起來都像軍車 對 因為他們就是共產國家 這個車子幹嘛 就是隨時應付 要打仗的時候 就可以馬上上戰場 好 所以這些表態企業說 我不出惡給俄羅斯 其實那是做一個求給美國政府 對 沒錯 那是政治上的表態 對他們營收影響很小 對 沒錯 如果說你要從制裁的部分來看的話 兩個部分 一個叫做我不賣給你 第二個叫做我不跟你買 我不賣給你跟我不給你買 對 我什麼不賣給你 我的板卡 你要挖比對比對 我板卡不賣給你 我的什麼 我的記憶體 晶片不賣給你 記憶體不能賣 對 我之前買到你的那個 這個是新冠軍買 曝險 這些我曝險 也就是說什麼 俄羅斯的營收掉了 對他們來說的利空 但是我不跟你買 我什麼不跟你買 你的孽我不跟你買 你的鋁我不跟你買 所以這些永烏大漲 那永烏大漲的話 像剛剛冠軍說 他比較喜歡說話 我比較喜歡鋼鐵 因為鋼鐵看起來 比較標 比較標 那我認為在裡面 我們剛剛講高值率率 我認為你可以留意榮鋼 好 我們來看5009的榮鋼 因為其實高值率 所以制裁概念股 你選的是榮鋼 對 因為榮鋼是不鏽鋼的 不鏽鋼就是有鋁 鋁現在就是我不跟你買鋁 不鏽鋼會漲 對 那高值率 配型1.4 幾乎是5.2% 今年法輪預估有2.53% 尤其是本益比才10倍 因為今天收25.8 掌握是很好的 因為我們看高值率還要看 他到底會不會填息 如果不會填息的話 賺的 鋁就價差賠了 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波音 波音今年的營運是復甦的 波音營運復甦需要什麼 需要高核金鋼 跟他拿的 再來什麼 油價上漲 業油要開始挖了 業油那些機器 要高核金鋼跟誰買 跟榮鋼買 所以光這兩個 基本上是OK的 再來怎麼樣 再來就是 籌碼是OK的 大戶跟法輪都在買 今天投信一樣持續加碼 然後主要是他擴產 他現在的產是35噸 他下半年有一個50噸的電路 他會投產 產能會增加1.4倍 明年的營收基本上 更進的比 可能會成長1倍 好 這樣是K線 我們來敲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技術面 正是在今天盤中走出 表現很好 從日K線的角度來看 是再創波段性 對 沒錯 也就是就這個部分的話 所以現在是要追價的意思嗎 我認為是可以買 我們剛剛講了 今天佩席如果處理今天的股價 你還有5.2% 也就是漲上去你有價差賺 跌下來呢 你的配息是超過5.2%的殖利率 好 那高值利率的鋼鐵股 各位又怎麼看呢 請舉拍 高值利率的鋼鐵股 會不會是現在 在國際制裁風暴下 不錯的選擇呢 1 2 3 4 4 4票圈 1票差 來 老師為什麼可以差 如果你追逐高值利率的話 應該集中火力在航運 貨櫃航運 你還是喜歡海上的 好 投安了鋼鐵股之後 我們來看 今日最重要 盤面上空有兩種 一種是嘎空單 一種是嘎空手 嘎空單與嘎空手的股票 還會再漲嗎 在今天宏達店 甩尾公道漲停辦 所以蔡總帶我們來看 我們剛剛講嘎空有兩種 跟司司有兩種一樣 有嘎空單有嘎空手 好 我們再看樓上的 樓上的很顯然是嘎空手 樓下的是嘎空單 好 最重要今天的盤面是宏達店 從這個12月份的89.5跌到57.3 跌了36%跌深 跌得非常非常的深 加上它的融券有9000張 所以目前嘎空 不過我告訴大家 這可能是短暫的行情 為什麼 因為它是MWC 講這個元宇宙的一個願景 願景不是推出什麼偉大的這個產品 所以元宇宙的嘎空你覺得不要碰 因為基本面並不強 那3035的創圍 或者3035的智原 或6104的創圍 那個比較 比較有一點 那種嘎空 比較有一點 好 來 我們來看智原 這種嘎空可不可以 對 它比較有基本面 但是現在智原的尷尬 就是說從今天的盤面來看 它當然融券空單也多 但是它今天留了非常長的上影線 為什麼 因為今年最樂觀 最樂觀的EPS就10塊 所以300塊以上本益比30倍 在IC設計裡面列入高 也不要追了 對 已經高了 雖然嘎空 但是這個價位已經是一個高本益比的話 這個你只能 不要追 也不要去放空它 只能短線的做價差 創委 那6104創委 來看一下創委 創委是因為整理一段時間 今天做了一個突破 但是往上的話 要看它的獲利能力 我認為300塊是有機會到 但是也有一定的壓力了 好 所以不要去空它 但也不要追假